为什么你故意隐瞒自己结过婚的事 而且现在还跟前部纠缠不清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工作也找不到 还因为好面子请客 借人家钱 你能不能为我们的生活想想啊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于结婚这么抗拒 孩子你也不想要 一切都只想着自己活着舒服 太自私了 你父母总是对我挑三拣四 如果你们就是抱着这个便宜的媳妇的心态 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走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袁先生27岁来自黑龙江戴叶 王女士30岁来自湖南美容师 有请 欢迎老妹啊 交往多久了 一年多 怎么认识的呀 网上认识的 网上怎么认识的呀 社交软件上认识的 然后谁追的谁呢 我追着他 为啥追啊 因为觉得他长得漂亮 然后相处的话 觉得也是我心目中的类型 就追了 对 谈了一年半问题出在哪了呀 就是一开始觉得感情挺好的嘛 然后突然在半年过后 他转跟我说 他说他结过婚 我觉得他就欺骗我 而且的话 离异是吧 嗯 对 而且的话他还跟他前夫这边的话一直纠缠不清的 然后我跟他说结婚这个事情 他现在的话就是一直有点顾虑 一直不肯答应说结婚这个事情 等等等等 咱们一层一层来梳理啊 您是在跟他交往半年之后才知道他是离异的 是吧 对 那你介意这件事吗 挺介意的 是介意他离异这个事实 还是介意他跟你交往的时候没有告诉你 隐瞒了你 我介意他欺骗我 但是你不介意他离过婚是这意思吗 对 你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位女士的前夫跟他有纠缠是吧 对 是为什么呀 影响你的生活了吗 有啊 他不仅影响他还影响到我 什么情况 就平常的话他已经分开了嘛 本来就不应该有关系了 平常的话还会虚寒问暖的 那前夫送我东西我也没要啊 我拒绝了呀 i 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 and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g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ed and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r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g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g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pe, find almost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 If I wanna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Don't be scared Strumble up, don't be scared I'm so gone No I'm never turning back I won't stop I'ma fight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It's so one You're gonna be hurting bad Cause I've been to hell and back You don't wanna make me mad I stay strong You will never see me crack And if you get in my way You're gonna feel the wrath Gotta say it to my face Wanley's looking back Mirror breaks after math When I hate, I attack I'm gonna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I'm gonna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And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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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到 对 而且的话 相处的 其实平常的话 也确实还挺好的 挺好 您想结婚吗 我暂时不想结婚 为什么暂时不想结婚呢 因为我觉得 他就还没有达到 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 能值得托付终身的 那个人 哦 他现在的状态 是什么状态 我看这资料上面 说他待业呀 对 因为上个月 才辞职嘛 之前一直做销售 我觉得他就是 不仅就是工作上 不怎么上清 而且不怎么努力 而且换工作特别勤 嗯 工作不稳定 对 哦 销售怎么了 销售不就为了 多赚点钱吗 如果想稳定工资的话 那不如进工厂上班好了 那你赚钱了 莫言设 那我一个月 拿一两万的工资 手不也有啊 就那一次 你还好意思说呢 做销售不就有这个运气 和积累人脉的 一个过程吗 那你考虑过吗 你想过我们的 生活水平吗 主持人 真别说挺气的 你知道吗 我以前过得挺好的 每天吃喝 什么都有对吧 跟他在一起生活之后 我觉得 我就出去买杯奶茶 我都还要想一想 为啥呀 就他工资不稳定呗 你要贴补他 是这意思吗 是的 那不也该吃吃 该喝喝吗 有耽误你什么了呀 啊好 劈开这些不说些 那你特别爱面子 你知道吗 他每次出去请朋友 吃饭啥的 就一吃就大几百 我爱面子怎么 而且的话跟同事吃饭 那你来我往的 这人是常情吗 你来我往了吗 每次我都看你抢着买单 你还你来我往的 有意思吗 那可能是跟客户吃饭 跟客户吃饭的话 都总不让客户吃饭 我问一句吧 你请朋友吃饭的钱 是自己的还是他的 我自己掏的钱 自己的钱 自己的钱就没什么 人家没用你的钱嘛 那关键是他自己掏的钱 家里的开车 都由我来支出来就 哦 你们俩生活的钱是你出的 对啊 他不给生活费的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他都我卖一套了 你们俩谁挣得多 我不稳定啊 主要是做销售的话 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 直接回答吧 谁挣得多 有的时候他比我多 什么但有时候 我觉得我基本上 每个月都比你多 好不好 行你比我多 为什么要娶他呀 觉得他挺会照顾人的 然后有的时候 也次是挺为我着想的 啊 你们俩这个 日常生活习惯 什么都一致吗 我就觉得他 有时候特别爱喝酒 去酒吧喝酒 哎 我喝酒 你还不知道为啥吗 你还说我 你看你喝酒 都跟什么样人喝酒啊 我喝酒不因为 跟你吵架才出去的吗 我出去散散心怎么了 他经常出去喝酒是吧 对 喝得多吗 基本上喝的都是 烂醉如鸟的 我都把它扛过来的 跟什么人喝 朋友喝还是什么 朋友我还不说什么呢 都是一些陌生人 怎么就成陌生人了 那我和你还不也是 陌生人认识的吗 我跟你说了 我们之间时间的什么关系 男女朋友关系 我不应该管着你吗 那我吵架不也是因为你吗 我喝酒不也是因为你 才出去的吗 好 你喝酒是吧 你少喝点啊 你每次你赶紧喝的 都烂醉如鸟 哪次不都是我给你抬回来的 那你不接我 谁接我呀 你不抬谁抬呀 对 我做你男朋友 我接你有义务 有责任 是吧 但是我每天已经是够累的了 而且的话 我本身的话 就是不抽烟 不怎么喝酒 进出那种场合 烟熏火燎的 乌烟瘴气的 根本我去了之后 我抬她回来 我特别难受 这个男生提出的 要结婚 是吧 对 那你有没有对未来 婚后的生活规划过吗 有一定规划 你说说你的规划 就是想着我俩先在一起 然后的话 首先要买房子嘛 然后的话先领个证 买房子的钱是姑娘付 是吧 对 为啥是人家付呢 因为她家条件 比我家好啊 你家条件好是吗 比她家好 为啥她家条件好 就是她家付呢 不应该两家一起吗 没有她家付首付 然后以后我来回贷款嘛 说的那么好听 还要你来还房贷 那这不等于我在还吗 那不咱俩一起还吗 为什么等于你在还呢 她欠了一些钱嘛 然后就欠越多 然后就合着来 就给我再还呗 你现在有外债啊 对 有一部分 还越欠越多是什么 有利息 她面子你知道吗 就是她自己觉得是销售嘛 特别能干是吧 就经常理财的 找她给她销售嘛 卖给她嘛 就人家一忽悠一吹捧 她觉得还挺不错的啊 她就买了 我理财为什么呀 我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贴补家用吗 那你问过我意见吗 我问你 你懂吗 那我不懂 那别人说啥你就信 我说啥你咋不信呢 那别人懂啊 别人赚钱了 所以我才去买啊 光先生你赚了吗 现在 确实没赚钱 那我也不想啊 那不就完了 我初中是好的 我也想是能够说 有点收益啊 你知道她爱美资的 什么程度吗 我们就逛商场 去买衣服啊 然后那个是个小姑娘 长得挺可爱的还 那个推销 说你这衣服穿得正合适 挺好的 她就说 哎 那就买吧 结果呢 买回来你穿几回啊你 那衣服当时看的 确实挺好看的呀 那你穿没穿啊 你告诉我 穿了呀 那几千块放的就浪费了 当时看的挺喜欢的 后来就放几回就不喜欢了嘛 那跟面子有什么关系啊 那不就说爱面子吗 行 说白了 等于男生还是有外债 对吧 对 有一点 现在还 又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 对 等于没有积蓄 还有外债 还在寻找着工作 但您这现在结婚 好像有点 不那么实际 是吧 对 现在是压力挺大的 刚才您说了 婚后的规划是 买房子 由女方家来付首付 是吧 对 你们来还 第二部规划呢 第二部的话 就肯定要领结婚证嘛 我是想着先领证 然后的话 结婚仪式的话 就已经不要办那么隆重了 什么就不办仪式了 这女孩子结婚 本来就是一辈子的事 再说我之前 那仪式有这么重要吗 怎么就不重要了 我之前就随随便便 结了个婚 我觉得心里挺委屈的呀 我就想着先领个证 我们俩好好一起过日子 有这么难吗 行 好 领完证之后 领完证 然后就是工作的话 就这样找一个稳定点的嘛 然后的话 我俩再要个孩子嘛 还想生娃了是吧 我不想生孩子啊 为啥 我就不想生孩子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在一起 这样挺好的 为什么还要多个孩子呢 有孩子怎么了 难道两个人结婚 不应该有孩子吗 那本来就是爱情的结晶啊 这前不久 我同学结婚嘛 刚生了孩子 你知道一个孩子 那不是一月多少钱吗 你拿什么样的孩子啊 那有压力我才有动力啊 这给你们俩基本没有达成一致嘛 今天是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来讨个说法呀 讨什么说法呀 就是跟他在一起相处这么久了 我本来是奔着结婚去的 但现在的话 他之前离过婚 然后现在就是一直有顾虑 就是害怕下一段婚姻嘛 然后我跟他说结婚的事情 他一直实时不过个答复 啥答复 就到底是要不要跟我结婚 不跟你结婚怎么着 不过结婚的话 那就该怎么办怎么办吧 我也不耽误他呀 暂时不跟你结婚怎么着 暂时不过结婚 那可以等啊 再给我个具体时间啊 好吧 一年半相处 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啊 我觉得他就是 上进心也不强 爱面子 我觉得就这两点 真的是特别不好 能嫁吗 没有稳定的基础不嫁 那还干嘛还谈着呀 就他对我挺专一的嘛 我就心里挺舍不得的 就是这个男生的好 就是专一是吗 对 男生说了 说今天你得给我个说法 女生说 离开我觉得舍不得 因为那专一 你要我嫁给他吧 确实我又觉得不能嫁 这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说法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现在想结婚是吧 对 想跟他结婚 对 来之前跟他求过婚吗 那倒没有 你不求婚就想娶人家 你现在我觉得 你是除了外债啥啥没有 在这空手套媳妇呢 我觉得以后会有啊 对啊 我觉得经济条件不好 没关系啊 外面有债务没关系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And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 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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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ve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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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I think I need help, I'm going through hell I fake like I'm fine, but I know you can't tell Like nothing I've found, my mind overwhelms I think that I'm broken, but I know you can't help 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some days I feel far more worthless Baby, you make me feel nervous If I still am you, I have purpose It's all worth it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I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 know you too long, it hurts you Diet Zzorian老师 通常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 男人会说我要照顾你一辈子 女人会想我要找到一辈子的依靠 这是大多数男人女人的想法 而你呢男生 你结婚的理由是什么 是因为他能照顾我 他对我好 他为我花钱 但是你在心眼里头 你还是看不起他 他的前夫为什么要来纠缠我 让我在众人面前没有面子 就连你的母亲也是因此而看不上 所以他在小片里说 便宜媳妇 你不就想占一个便宜吗 就是这样啊 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你 给你经济上的一个支持 所有的这些掩饰的只有一个问题 你自己太弱小了 你自己其实心里是很自卑的 女生 你的问题是 你想找到一个可以依靠一辈子的人 那拜托你能不能把标准 也相应地设定好呢 专一就是一个标准吗 不是 它只是一个基本条件 而真正看这个人 是否能依靠一辈子 一定要看他是否真心地对你 他真心对你了 根本就没有 所以我给你的忠告就是 不要因为一时的自己的空虚 去花自己的青春 花自己的时间 去找到一个错的人 因此你可能就会陷入一个误区 为什么我总遇到那些 那样的男人 其实问题不在于他们 在于你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说树立好自己的形象 并且保护好自己的尊严 端正自己的态度 自己看得起自己 你才可能让别人看得起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男生 自视卑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把自己看得那么轻 其实大好的青春 努力去做事情 努力赚得自己结婚需要的 房子 车子 票子 有多大能力 我就过怎样的生活 这是每一个普通年轻人 都一定要经历的 正在经历的人生 你看你刚才那个论调 他家里条件挺好的呀 就让他付首付呗 我公月宫呗 怎么就那么想让自己躺在一个 高枕无忧的舒适的婚姻里呢 你自己不努力不复出 怎么可能有舒适的婚姻啊 是 女生刚才说不想要孩子 她有她的问题 但她也说了呀 你拿什么来养孩子呀 你说我有了孩子 有了压力就有动力了 今天你都没有能力 让一个女人相信嫁给你 你对这个家庭能负责 能担当 能够承担一个父亲 丈夫的责任 凭什么相信你日后就能 所以为什么要自视太低 其实因为你太过懒惰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 勤奋生活 努力上进的这个尽头 那真的没有人愿意跟着你 即便这个人 他再结过两次婚 三次婚 八次婚 也没人愿意选择一个颓废的男人 做自己的爱你 你明白吗 明白 女士你对自己的自我评估 也是有偏差的 你自序太高了 你认为当年谈了七八年的恋爱 然后对方走了 你就可以轻而易举 赢得一个男人的心嫁给他 你没有去好好经营 他花心 你离婚之后又迅速地找到 下一个男人 你甚至还可以去在陌生的环境里买醉 你对这个男人也这不满意 那不看好 你甚至对男朋友的母亲不尊重 我觉得自视太高和自视太低 都不是好的相处方式 我希望你们都能平视自己的人生 有些习惯是必须要改 有些心态是必须要调整 寻找一份踏实的 适合自己的爱情 这才是你们真正的生活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实际上在你第一次和男朋友分手 草草地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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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好婚姻 有价值的婚姻 没有别的 就是彼此相爱 彼此忠诚 就是责任 其他的都别谈 想得太多了 太复杂了 给婚姻加载了太多的东西之后 才会要很多吗 才会有所谓便宜婚姻 如果你们真正想要幸福的话 如果你们真想要幸福的话 回归到生活当中来吧 都年轻 忘掉过去 负责任地面对生活吧 来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他在生活当中挺照顾我的 有时候吧 就算脾气上来 对我大吼大叫的 但是我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比较支持我 我记得有一次 我出去做兼职吧 一夜没归 第二天早上回来的时候 他等了我一晚上没有睡觉 他早上给我做了早餐 那件事我特别感动 所以说我就不管说父母多么反对吧 我其实都很想说跟他继续走下去的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总是觉得 他也给不了我特别的安全感吧 总之我就确实心理上 也是挺不是滋味的 关于结婚这方面 我真的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雖然对我是挺好的 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你父母的要求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请关门 就最后他们俩那个表达的时候 这确实是对生活的认知和解读不一样 观念的认知不一样 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一个思维当中 还是没过来 让他们对位让他们去沟通 就是挺困难的 这个结局是什么其实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最后表述的时候 你听到男生完全是个第三人称的 是他 就这段话其实是告诉我们说 你们听着啊 他是怎么对我好的 他不是在像这个女生在说明 而女生对他的感情你能看到 就像他表达的那样 因为他专一 似乎这个专一就是他要的全部了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 我们是不知道的 选择的权利交给他们 来看看他们如何选择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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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